翌日就是萬聖節 今天市的必華佈街 也要再度來估版萬聖節的蔡街加年華華黨 現場要來發送到五百萬 旁邊說說的蔡仔麵 還有五百斤的湯仔 歡迎三中市民朋友 在10月27號的蚵蚵兩點作回來導彈 三中市的必華佈街 每一天都會在萬聖節政節 來估版新大的變種蔡街的華黨 今年要在10月27號的蚵蚵兩點來估興 為了他們家的市民 還有雲林行的小朋友的高蘭 三中市的林華立立長 特別準備五百斤的湯仔 還有新北市的市議員 李翁月娥也贊助五百萬 真香的菜喱咪 要跟大家作為度過節的 好假和好勝的萬聖節 當年來我們必華佈街 可以說我們理事長 包括我們弘國林理長 真熱心來想辦法 必華佈街風華再現 那麼27號下午的兩點 我們理長他已經準備要採接 還傳五百均的湯仔 每一年如果沒班 他怎麼會來祝福呢 所以已經傳好了 當時我還要配合 切五百萬 最豪華的嘉年華切齋麵 三中市的林華立立長在電風行經濟黨 跨會必華佈街 為環營到虛筆 他跟福建上家作成出政會 希望就由古本外黨 帶動電風的觀光臨條 也相機 而且這次就驚慨 他也非常感謝 市議員李翁月娥 有很多維民大堂來協助 回去來我們新北市政府也好 我們三東區公司也好 還有我們國際民意代表也好 對我們佩服的部員 都非常非常的注重 非常非常的關心 特別是我們紅毛議員 對我們部員就對了 不論藝術也好 或是一些外黨也好 都帶領帶領帶領 我們支持就對了 亞賢傳統慶祝萬聖節風雪民眾 差不多27號會補兩點 可以來到壁華佈街 工修店家準備萬聖節補地 到三樓米攝製麵 這回不給糖就搗蛋 記者羅倫洪如映全彩虹不得